語音聲控 現在等你 剛剛有提到的iPhone不支援 這個跟iPhone它就是安全鏡頭擺機 因為它要存取麥克風 那沒關係 反正我至少就是Webduno它有提供語音聲控的 那這個其實就是所謂的語音辨識 那當然也是路過的服務 我們來找一下它機目在哪裡 一樣要麻煩你先停止 剛剛我們自語音朗讀 現在就是語音聲控 有沒有在裡面 不過這個裡面 你要用這個功能的時候 要稍微留意一下就是說 因為我們剛剛都有做語音啦 所以如果我現在 開始要做語音聲控 結果它要唸出來 有時候會變得又收回去嘛 所以通常 如果我要跟這些功能結合在一起的時候 我可能 會用 一個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你們現在在用輸入法 就手機上輸入法 有沒有那個語音輸入 有的像註音啊或什麼是有嗎 但是它是按住那個空白鍵長按不放 它就是幫你做語音輸入 放開之後就不做語音辨識 你們有用過那個功能嗎 也就是跟那個一樣 所以我現在 我假設我找這一顆好了 沒有 紅色這一顆 我按住它的時候 我就做語音辨識 放開我就不做 因為你還知道現在 我們現在外面還有流行 你有沒有叫語音助理 有沒有 你沒有關注到 他最近一直有 人家質疑他的隱私問題啊 就是那個語音助理 或者iPhone或系列 有沒有 它其實隨時都在監測 你的聲音嗎 那就有人說 你這樣會不會有 那個個資啊 對不對 我一直講 你就一直變字啊 那所以 像我們在這邊 就是按住我才做 放開我就不做 好 所以我找一顆按鈕 來 從這邊一樣 按鈕拉出來 那為了方便大家看 所以我把它丟在上面 你放在下面其實也沒關係 反正是功能性的 好 你看一下 我們在寫程式 其實 按的部分 有分三種狀態 請問這三種 有什麼不一樣 放開我知道沒問題 就放開就好了 但是點擊跟按下差別在哪裡 你覺得這個差別在哪裡 點擊是有一個 按下放開的動作 按下就是單純就是一直按下 對 沒錯沒錯 所以他都少兩個字啊 叫做點擊放開 按下不放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 好 所以我現在 是按下不放的時候 才做語音辨識 那我多一個 來我複製一個 因為我要兩個嘛 放開這個的時候 做什麼 同一個按鍵 但是我是不是可以有兩個功能 所以你要告訴他 好 那我們來看 語音聲控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做 停止語言 語音辨識 語音聲控 所以你把這個丟出來 丟給放開的那個 就是我放開我就不做辨識了 好 那麼要做辨識怎麼辦 就在上面這裡 第一個 開始語音辨識 拿出來 丟進來 那麼如果待會你想要用行動裝置的 這個地方要留意一下 除了剛剛講的 iOS不行 第二個就是 即時辨識的部分 如果你在電腦上要做辨識的 我就直接用R就好 但是行動裝置要設什麼 為什麼 不用隨時辨識啊 所以如果你用行動裝置來做 命令式的輸入 它不會說你念了 然後就一直辨識 它就是一段時間 比如說幾秒鐘 我就自動關起來 這就幫你產生那個命令的 了解齁 所以這個要稍微留意一下 好 那我現在先在電腦上 所以我就用ARM就好 OK 好 那開始辨識了 我們就要去看它 到底辨識什麼了 所以我的第二個就是可以拿進來的 如果你的文字裡面包含了什麼 我就做什麼 所以如果我包含了開燈 它是不是就幫我把這個燈打開 LED燈打開 有沒有 那如果呢 這個我再複製一下 如果它包含了關燈 我就把LED燈關掉 這樣 再來 如果 它包含了 我們下面還有什麼 閃爍 其實你就是把下面的那些積木拿來上面而已 對不對 閃爍我就複製一下拿上來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有沒有做了三個判斷 開燈 關燈 閃爍 這樣就有了 那我們這邊稍微補充一下 就是如果你有積木不要的話 比如說這個積木你不要 因為像Squish 它基本上不要的就丟在旁邊 可是在block裡面這樣不太OK 為什麼 因為這樣它還是會產生程式 所以你如果有不要的 請你在上面按Wash 右邊 有沒有叫停用機能 就是說我的程式 我不想沾 因為我待會還要用 可是現在用不到 那我就把它先停用 你可以像這樣就停用 要用的時候再啟用 當然不見到它拿來外面 你在裡面停用也可以 它就不會產生這個程式 這樣了解了 好這個稍微留意一下 那我現在呢 就真的來測試一下 我按一下執行 你現在一執行的時候 因為我還沒有按這個 所以它不會怎麼樣 跳出一個訊息 因為呢 如果你在用的時候 網頁要存取一點的麥克風 是不是有個資的問題 資安的問題 所以它會跳一個 來你看我按下去囉 有沒有跳一個這個出來 你要允許它 可以存取你的麥克風 待會你的手機上也會跳出來 好 允許 那我現在再來按一次 我們來真正試看看囉 開燈 沒有理我 開燈 沒有 開燈 關燈 閃爍 都沒有理我 都沒有理我 有 有沒有閃爍 有了 關燈 可能它抓到我另外一個麥克風 關燈 開燈 都沒有對不對 所以 這樣 如果你要debug 要怎麼debug 你先試一下你的好了 好不好 等一下我們介紹一下怎麼debug 好 剛剛這樣測試我發現 你們怎麼 國語都沒有標準 哈哈 開燈 念標準一點 光燈 開燈 來來來 這樣你走在路上 人家會誤會你喔 這個傢伙怎麼一直怪怪的 一直對著自己的手機講話有沒有 來我們看一下 因為剛剛大家都有一點點 有不成功的時候 請問你要怎麼做debug 剛剛呢 如果我們是用一般的按鈕 我是把那個顯示在上面 但是這次我不要 為什麼我剛剛這邊沒有特別用 因為啊 我要拿來做debug用的 你如果這裡剛剛沒有加的這個遙控器 目前是 請你先把它先拿掉 因為我現在 我們語音辨識 有時候會有問題 有兩個 第一個就是我剛剛講的 你自己 可能發音的部分 不是那麼標準 第二個是什麼 網路速度慢的時候 他辨識錯誤的機會就比較高 第三個是什麼 你的麥克風有問題 麥克風收音太小聲的時候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 如果你用電腦的 比較 notebook的比較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我寫一篇文章 為什麼老師聽不懂 有沒有 你就可以調整一下 可以把它的那個收音的LEGO 調高一點 你只要輕輕講 他就會聽得到 那我們現在要來debug 怎麼叫debug 你看這裡 我一樣 我把 我只要把它剛剛辨識出來的文字 顯示出來 我就知道為什麼它辨識不成功 對 所以我來這邊 遙控器螢幕顯示 但是呢 我不是要 收到了才辨識 而是他只要一辨識我就顯示 所以我在這邊 我要把它顯示在什麼 就是拿在這個的外面 我要把它顯示在這個裡面 你不要把它丟到裡面來 丟到裡面來是 他有聽到開燈我才會顯示出來 對不對 我現在是 你講什麼 我就顯示 我可以比較 確認 我有看到 那顯示的辨識結果 就在哪裡 語音聲碰裡面 有沒有那個叫辨識的文字 你就把它丟在這裡 你看我現在把它丟在這邊 現在我再測試一下 你看 執行 當我按下去 開燈 關燈 閃爍 這個人這麼準 你看 我如果再繼續講下去 我如果再繼續講下去 有沒有就變字出來 所以現在 我都沒有講什麼 他當然就繼續做剛剛的 關燈 關燈 沒有對不對 關燈 你知道為什麼不會關燈了吧 因為網路慢的時候會有這種提醒喔 關燈 關燈 哈哈哈哈 這樣知道 開燈 閃爍 這樣了解 知道為什麼他不會成功的吧 這樣debug是比較容易 來給你自己試看看喔 看看你的發音量不標準 還有網路 的速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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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